他是职业赛场上最具有悲情色彩的选手 自从那年的3月19日之后 笑容就再也不会出现在他的脸上 在18年春季赛 TOP对战苏宁的第三场对局中 不知道TOP上代马瑞到底说了什么 让打野雄雄笑成这样 进入比赛 两分钟时 双方打野在上河道相遇 雄雄朱妹惩戒回学 扭头闪现就跑 紧接着在三分半左右 朱妹那儿退守一塌 雄雄惨遭击杀送出一学 五分钟时 雄雄偷对面大鸟 被左手艾克逮到 本来在队友的掩护下 朱妹往中路靠就活了 但雄雄选了一个弹幕最多的逃生路线 诶 这个位置怎么往下走呀 这往下走感觉非常危险啊 还被打一个三环 诶 诶 诶 有一说一 TOP这阵容 我都不知道烈士该怎么玩 果不其然 在19分钟的一波团战后 TOP战绩已经来到了0-12 此时左手艾克正在追踪残血雄雄 但大龙即将刷新 左手和赶来的辅助 就准备在大龙刷新后再击杀雄雄 于是就有了野区养猪的画面 但问题也出现了 察觉到对面目的后的雄雄 突然笑吸了 关键你笑不要紧 这小子笑的前仰后喝 还根本停不下来 最终比赛以14-2的战绩 结束于22分钟 赛后结合本场雄雄猪妹的多次奇怪操作 以及在比赛中嘻嘻哈哈 极其散漫的态度 TOP官方决定 对雄雄处于禁赛的处罚 春季赛剩下的所有比赛 雄雄都无法再次上场 而在三个月后的6月12号 也就是下季赛 雄雄再度上场 不过雄雄的脸上 再也没出现过笑容 自从20年后 雄雄就离开了LPL 如今最近的一场比赛 是在今年9月30号的 英雄联盟太平洋冠军系列赛 雄雄所在的NTA 以2比3的战绩 输给了兄弟战队NAT 不知道现在的雄雄 脸上是否还存在笑容 一提到越南 你会想到什么 越南啊不对 是恶费流斯 在设计之初 官方想制作一个 联盟中最最最标准的魔法石 运用自己的智慧 和种类繁毒的魔法 在不同的情况下 使用不同的技能 从而击败邪恶的敌人 当然听上去 越南在目前的法师英雄持中 并没有什么独特之处 那如果越南掌握的 不是一大堆法术 而是一大堆武器 会不会有些与众不同呢 毕竟长久以来 AT的玩法都是大同小异 对线 捕刀 被打野抓 团战被对面激活 或者过于激进被秒杀 然后开始黑屏指挥 虽然大伙技能不一样 但玩法却是相通的 所以联盟需要一个 可以切枪的射手 组案疯狂科学家 又或者是 为任何情况 都准备了合适武器的赏金猎人 哎不行 这些设定都没那位 最后有人提出了 当年Mate Galasson的宗教符号 和时尚相容主题 于是时尚武僧 加无私的理想主义刺客 应运而生 那他应该属于哪呢 必然就是脚越教派了 剩下的问题 还有越南武器的来源 以及如何切换武器 就在此时 越南的妹妹 拉鲁恩诞生了 厄斐罗斯服用毒药 以此来制造心灵感应 没有传统异计的升级技能 以及武器和弹药的存在 厄斐罗斯的操作界面 将是联盟的独一份 最终官方克服种种困难 包括枪械魔形 持枪动作 以及妹妹拉鲁恩 空灵的声音 才让厄斐罗斯成功登陆召唤师侠武 不要用你的兴趣 挑战别人的职业 不然别人就会失业 最近没什么人关注的德贝 已经结束了第二阶段 绝出了八强 而其中的MOJ战队 爆出本届德贝最大冷门 非职业战队 战胜职业战队 关键这个MOJ 连主播队都算不上 上单不曾来过 中单白菜OVO 是姿态水友局常客 基本把把都有的那种 打野当时的ID是早间五 现在叫过往如梦 辅助吉利宝 AD王子月 以前都是LDL RYL的清讯选手 他们仨也来过 但是比较少 然后这几位打质量局 开播有一点小粉丝 就用了某牙主播队的名额 去打德贝 哦对了 教练据说是姿态去LDL找的扶生 一队主力选手 比如上单小老虎 中单care和辅助乐乐 这次BO3里 完败给了MOJ 艾太现在具有面子 那请问艾刚在干什么 现在所有的艾太举起双手 庆祝MOJ的胜利 已经不用举双手了 太疯狂了 太疯狂了 我甚至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还太虐了 要不要了 盘点联盟最长时间 未获得新皮肤的英雄TOP5 首先是并列的第五名第四名 皮甲龙龟拉穆斯 英雄头戴手酷奇 他们的最新皮肤 是官方在21年7月1日 推出的宇航员系列 至今已有886天 而和他俩一起亮相的 还有宇航员维加 宇航员茂凯 只不过在此之后 小法又出了小怪兽训练师 和风大王两款皮肤 大叔也搞了一个DRX冠军皮肤 导致他未能上榜 我建议龙年限定选龙龙 龙龙他也是龙啊 你好 第三名 弗雷尔卓德之心布龙 在21年的6月9日 官方为他出了一款 泳池派对 不过相信大家也注意到了 泳池派对和宇航员的 上线时间只差了一个月 布龙以距今906天的 微弱优势 成功履现龙龙飞机 第二名 牛头酋长阿里斯塔 在21年2月4号 年限皮肤 扶牛守护者 闪亮登场 距今有1033天 不过牛头者英雄 已经有了14款皮肤 再加上敲钟牛这种 神中神的皮肤 你出不出新货 大家可能都无所谓 反正一款敲钟牛能用到死 最后就是万众瞩目的 最久没出皮肤排行榜 第一名 史维京先锋斯卡纳 蝎子的最新皮肤 是在20年11月24日上线的 天蝎星神 距今有1105天 而蝎子作为一名 在一年上线的老英雄 仅有5款皮肤 平均下来 900天才有一个 也就是大概两年多 全都才给蝎子做个皮肤 时至即日 蝎子的问题 早已不光光是皮肤少 哥们最需要的是他们重做 早在20年初 官方就举行投票 从而决定要重做蝎子 然后不断放出各种消息 什么无情铁尾 以去踏尔土元素神兽 直到前两月 官方曝光了各种技能 并声称 预计在明年年初上线 这期间 慢慢悠悠的 过了快两年 不知道上线了多少位新英雄 只是希望在正式上线时 不要让各位蝎子玩家失望吧 哎 话说有蝎子玩家吗